很多人都問我關於議題 我會告訴你 我準備要議題特朗普 不為對手川普下戰帖 賀錦麗一句 準備好了霸氣回嗆 就連競選廣告歌曲同樣一併到位 解放拜登主打自由為口號 關注槍支暴力 醫療保健和墮胎等議題 搭配碧陽斯同名歌曲 拉抬身世 不止畢陽斯授權歌曲 英國流行小天后庫娃恰莉 則形容賀錦麗是年輕直率的頑童 打破過往沒選老人政治的氛圍 同時掀起網路迷因 反觀川普陣營風格不變 煽動群眾情緒 不只把仇恨值拉高拉滿 副手范斯三年前專訪片段曝光 涉及性別歧視的言論掀起熱議 讓好萊塢女星發文動怒 而且根據民調 川普似乎也選錯了競選夥伴 范斯不但沒幫川普加分 在尚未做決定的全國選民之間支持度只有5% 討厭度卻高達29% 反觀賀錦麗雖然目前看來落後川普1% 但民主黨年輕選票佔優勢 加上共和黨流失的婦女票 若川普犯思再次失言 反而成為賀錦麗競選助力 離前進白宮又更靠近一步 這新聞黃沉一報導